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及各种特色摊位 这场看似平常的嘉年华会 其实是桃园市政府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 举行的年度盛会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感受 身心障碍朋友展现的热情活力 我们桃园市106年的 身心障碍嘉年华活动 今年已经是办了第六年 每年都办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温馨感人 所有的身障团体 还有所有的国小国中高中职 学校有特教班 有综合智能科的都来参加 每一位家长 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学生 都非常的喜爱这个活动 不但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还可以借着这个活动 来做一个更好的交流 跟心得的一个互换 今年是桃园市第六届 身心障碍嘉年华 是专为桃园市身心障碍 弱石族群量身打造的一项活动 由于过去五年一直都在桃园北区举办 为顾其活动南北的均衡原则 今年活动特别将市内及户外并行 希望一个鼓励 一句赞美 都能让身障朋友倍感温馨 第一次到南区来办这个活动 谢谢所有我们桃园市的身障团体 借这个活动 不管是区位竞赛 园游会 还有各个的体能活动 以及我们的音乐饗宴 都是为我们所有的在场的身障朋友 精心量身定制的 活动中安排多项的趣味竞赛 同时邀请蒲原篮球队球星 与身障小朋友一起进行投篮百分百 及棒球球攻格PK赛 以及时下年轻族群热爱的乐团 用歌声点亮希望 温暖人群中每一颗孤独的心 同时透过歌声传递喜乐与温暖 坚持住梦踏实 永不放弃的理想 其实我们这些孩子啊 他们在学校表现的机会是有限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活动 办理他们的相关比赛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表演的活动可以参观 然后甚至引进很多资源 让家长跟小朋友呢 都看得到也玩得到 那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的 像小朋友我们今天有丢什么啊 还有丢头什么 还有遮瑟什么啊 没有 在竞赛中 还小生及加油生不间断 小朋友与民众都全心投入 借由趣味竞赛 让他们忘记了身体上的限制 展现出开朗的面貌 了解自己的潜能 身体的障碍并不会打垮他们的斗志 反而更是引领向上的最大力量 鼓励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多走出户外 享受大自然的热情 运动是我们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跟能全 今天是属于大家的一个活动跟日子 我们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特别谢谢桃園市政府能够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更多的一个选手能够走出来 大家来PK 能够更开心 更健康 更快乐 我相信是今天举办这样的活动主要的目标 今天虽然是下雨天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等于是给他们在学校 平常他们不会体验到的一些活动 那算是给孩子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这样子 舞台上的有爱无爱音乐饗宴 让身心障碍朋友表演才艺 借由表演 让他们克服对人群恐惧 找回自信 排练表演的过程 也能学习到团体合作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持续地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弱势能够有增加曝光率 让大家能够更认识我们 我来这里最主要的是表演 对 那其实我还看到很多的帐别 他们都在为这次的活动而努力地表演 可以让我们认识其他的帐别 然后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在未来路上能够 就是互相支持努力 借由这场嘉年华 希望让更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了解 只要用勇气和自信 去面对其突破障碍 也能跨越障碍番离 获出精彩人生 未来市府团队与体育局 将会更努力将桃园 打造出一个有爱无爱的幸福城市 看到常常常都 smells 它们不 catalog不容忍 新鲜甜队 organization 对这里ol卢 尤其是 他 spit色谁 有爱是 常常监 这条 Thin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